七十列传 商君列传 商君是魏国国君姬妾生的公子 名秧 姓公孙 他的祖先本来姓姬 公孙秧年轻时就喜欢行明法术之学 侍奉魏国国相贡书座 担任忠树子 公书座知道他贤能 还没来得及向魏王推荐 正赶上公书座得了病 魏惠王亲自去看望他 说 你的病堂有不测 国家将怎么办呢 公书座回答说 我的忠树子公孙秧 虽然年轻 却有奇才 希望大王能把国政全部交给他 由他去治理魏惠王听后默默无言 当魏惠王打算离开时 公书座平退左右随事人员 说 大王假如不任用公孙秧 就一定要杀掉他 不要让他走出国境 魏王答应了他的要求就离去了 公书座召来公孙秧 道歉说 刚才大王询问能够出任国相的人 我推荐了你 看大王的神情不会同意我的建议 我当先忠于君后考虑臣的立场 因而劝大王假如不任用公孙秧 就该杀掉他 大王答应了我的请求 你赶快离开吧 不快走马上就要背秦 公孙秧说 大王既然不能听您的话任用我 又怎么能听您的话来杀我呢 终于没有离开魏国 惠王离开后对随事人员说 公书座的病很严重 真是让人悲伤 他想要我把国政全部交给公孙秧掌管 完了又劝我将他杀死 这岂不是很糊涂吗 公书坐死后不久 公孙秧听说秦孝公下令在全国寻访有才能的人 要重整秦穆公时代的霸业 向东收复失地 他就西去进入秦国 依靠孝公的宠臣警监求见孝公 孝公召见魏秧 让他谈论了很长时间的国家大事 孝公一边听一边打瞌睡 一点也听不进去 事后孝公迁怒警监说 你的客人是大言欺人的家伙 这种人怎么能任用呢 警监又用孝公的话责备魏秧 魏秧说 我用谣 顺治国的方法劝说大王 他的心智不能领会过了几天 警监又请求孝公召见魏秧 魏秧在见孝公时 把治国之道说得淋漓尽致 可是还合不上孝公的心意 事后孝公又责备警监 警监也责备魏秧 魏秧说 我用语 汤 文 武的治国方法劝说大王 而他听不进去 请求他再召见我一次 魏秧又一次见到孝公 孝公对他很友好 可是没人用他 会见退出后 孝公对警监说 你的客人不错 我可以和他谈谈了 警监告诉魏秧 魏秧说 我用春秋武霸的治国方法 去说服大王 看他的心思是准备采纳了 如果再召见我 我就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于是魏秧又见到了孝公 孝公跟他谈得非常投机 不知不觉的在殿席上向前移动膝盖 谈了好几天都不觉得厌倦 警监说 您凭借什么能合上大王的心意呢 我们国君高兴极了 魏秧回答说 我劝大王采用帝王治国的办法 建立下商周那样的盛事 可是大王说 时间太长了 我不能等 何况贤明的国君 谁不希望自己在位的时候 名扬天下 怎么能叫我默默无闻的 等上几十年 几百年才成就帝王大业呢 所以我用富国强兵的办法劝说他 他才特别高兴 然而这样也就不能语音 周的德行相媲美了 秦孝公任用魏秧后不久 打算变更法度 又担心天下人议论自己 魏秧说 行动犹豫不决就不会成名 办事犹豫不决就不会成功 况且超出常人的行为 本来就常被世俗非议 有读到见解的人 一定会被普通人嘲笑 愚蠢的人 事成之后都弄不明白 聪明的人 事先就能预见将要发生的事情 不能和百姓谋划新事物的创始 而可以和他们共享成功的欢乐 探讨最高道德的人 不与世俗合流 成就大业的人 不与一般人共谋 因此 圣人只要能够使国家强盛 就不必沿用旧的惩罚 只要能够利于百姓 就不必遵循旧的理智 孝公说 说得好 甘龙说 不是这样 圣人不改变民俗 而施以教化 聪明的人不改变成法 而治理国家 顺应民风民俗 而施教化 不费力就能成功 沿袭成法 而治理国家 官吏习惯 而百姓安定 卫阳说 甘龙所说的是世俗的说法 一般人安于旧有的习俗 而读书人拘腻于书本上的建文 这两种人奉公守法还可以 但不能和他们谈论惩罚以外的改革 三代理智不同 而都能统一天下 五博法治不一 而都能各霸一方 聪明的人制定法度 愚蠢的人被法度制约 贤能的人变更理智 寻常的人被理智约束 度制说 没有百倍的利益 就不能改变成法 没有十倍的功效 就不能更换就弃 仿效成法没有过失 遵循旧理不会出偏差 卫阳说 治理国家没有一成不变的办法 有利于国家就不仿效就法度 所以汤武不言习就法度 而能亡天下 下阴不更换就理智而灭亡 反对就法的人不能非难 而沿袭就理的人 不值得赞扬 孝公说 讲得好 于是任命魏央 魏左庶长 终于制定了变更惩罚的命令 魏央下令把百姓十家编成一时 五家编成义务 互相监视检举 一家犯法 十家连带治罪 不告发奸恶的 处以拦腰斩断的刑罚 告发奸恶的 与斩敌首级的同样受伤 隐藏坚恶的人与投降敌人同样的惩罚 一家有两个以上的成年男子不分立门户 赋税加倍 有军工的人 各按标准升决受赏 为私事斗殴的 按情节轻重 分别处以大小不同的刑罚 致力于农业生产 让粮食丰收 不勃增产的 免除自身的劳役或赋税 烟从事工商业 极懒惰而贫穷的 把他们及其妻子全都没收为官奴 王族里没有军工的 不能列入家族的名册 明确尊卑爵等级 个案等级差别占有土地 房产 家臣奴婢的衣裳 服饰 按各家爵位等级决定 有军工的显赫荣耀 没有军工的即使很富有 也不能显荣 新法已经准备就绪 但还没公布 担心百姓不相信 魏央就在国都后边市场的南门 竖起一根三丈长的木头 招募百姓中能把木头搬到北门的人赏给十斤 百姓觉得这件事很奇怪 没人感动 又宣布能把木头搬到北门的人赏五十斤 有一个人把他搬走了 当下就给了他五十斤 借此表明另出必行 绝不欺骗 事后就颁布了新法 新法在民间施行了整一年 秦国老百姓到国都说 新法不适宜的人数以千计 正当这时 太子触犯了新法 魏央说 新法不能顺利推行 是因为上层人触犯他 将依新法处罚太子 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 又不能施以刑罚 于是就处罚了监督他行为的老师公子钱 以莫行处罚了给他传授知识的老师公孙家 第二天 秦国人就都遵照新法执行了 新法推行了十年 秦国百姓都非常高兴 路上没有人使别人丢的东西为己有 山林里也没了盗贼 家家富裕充足 百姓都勇于为国家打仗 不敢为私利争斗 乡村 城镇都秩序安定 当初说新法不适宜的秦国百姓 又有来说法令适宜的 魏央说 这都是扰乱教化的人 于是把他们全部迁到边疆去 此后 百姓中再没有人敢议论新法了 于是魏央被任命为大良造 率领着军队围攻魏国安逸 使他们屈服投降 过了三年秦国在咸阳建筑宫廷城去 把国都从庸地迁到咸阳 下令禁止百姓父子兄弟同居一事 把零星的乡镇村庄合并呈县设置了县令 县城总共合并划分为31个县 废除景田重新划分填城的界限 鼓励开垦荒地 而使赋税平衡 统一全国的杜亮衡制度 施行了四年 公子前又犯了新法 被判处异刑 过了五年 秦国富强 周天子把继肉赐给秦孝公 各国诸侯都来祝贺 第二年 秦国的军队在马陵打败了魏国的军队 俘获了魏国的太子申 杀死了将军旁眷 又过了一年 魏央劝说秦孝公说 秦国和魏国的关系 就如同仁得了心腹疾病 不是魏国兼并了秦国 就是秦国吞并了魏国 为什么这么说呢 魏国地处崇山峻岭的西面 都城在安逸 与秦国以黄河为戒 而独占了小山以东的地利 在行事有利的情况下 就会向西进犯秦国 在行事不利的情况下 就向东扩展领地 如今凭借大王的贤能盛名 秦国得以繁荣昌盛 而魏国去年被齐国打得大败 诸侯们纷纷背叛了他 可以趁这个机会攻打魏国 魏国抵挡不住秦国 必定会向东撤退 一旦他向东撤退 秦国就占据了黄河和华山的 险要地势 向东可以控制诸侯各国 这可是统一天下的帝王韦业 秦孝公认为很对 派遣魏央率领军队攻打魏国 魏国派公子昂领兵迎击秦军 两军相遇对峙 魏央派人给魏军的将领 公子昂送来一封信 写道 我当初与公子相交甚好 如今你我同为敌对两国的将领 不忍心相互攻法 是否可以与公子当面相见 递结盟约 痛痛快快地喝几杯后各自撤兵 使秦国和魏国都相安无事 魏公子昂认为魏央说的对 两人定立了盟约 然后设案饮酒 然而魏央事先埋伏下的穿着盔甲的武士 突然袭击并俘虏了魏公子昂 趁机攻打他的军队 将魏国军队彻底打败后 压着公子昂颁师回国 魏惠王的军队因为多次被齐国 秦国打败 致使国内空虚 魏国一天比一天衰弱了 魏惠王非常恐慌 于是派遣使者搁让河西地区献给秦国 以求的和解 魏国于是撤离安逸 迁都大梁 魏惠王说 我真后悔当初没有采纳公书座的建议 魏央打败魏军回来以后 秦孝公把鱼 商一代的十五个亿封给了他 封号是商君 商君出任秦相十年 很多王公贵族都愿恨他 赵梁去见商君 商君说 我能见到你 是由于孟兰高的介绍 现在我请求与您结交 可以吗 赵梁回答说 彼人不敢奢望 孔子说过 推荐贤能 受到人民拥戴的人才会前来 聚集不孝之徒 即使能使成王爷的人也会隐退 彼人不才 所以不敢从命 彼人听到过这样的说法 不该占有的职位 而占有他叫做贪位 不该享有的名声 而享有他叫做贪名 彼人要是接受了您的情意 恐怕那就是彼人既贪位又贪名了 所以不敢从命 商鞅说 您对我这样治理秦国感到不高兴吗 赵梁说 能够从不同政见的人那里听取意见 并得出正确结论的人就是从 能够看透表面现象 而悟到内在本质的人就是明 能够克制自己不良欲望 并不断超越自己的人就是强 虞顺曾说过 自我谦虚的人被人尊重 您不如遵循虞顺的主张去做 无需问我了 商鞅说 当初秦国的习俗和荣敌一样 父子不分开 男女老少同居一室 如今我改变了秦国的教化 使他们男女有别 分居而住 大造宫廷成全 把秦国迎见得像鲁国 魏国一样 您看我治理秦国 与五谷大夫比 谁更有才干 赵良说 一千张羊皮比不上一领胡叶贵重 一千个随身复合的人 比不上一个人正义直言 武王允许大臣们直言见争 国家就昌盛 咒王不喜大臣觐见 因而灭亡 您如果不反对周武王的做法 那么 请允许比人失忠直言而不受责备 可以吗 商君说 俗话说 外表上动听的话 好比是花朵 真实制成的话如同果实 苦口相劝 听来逆耳的话是治病的良药 献媚奉承的话是疾病 您果真肯中日正义直言 那就是我治病的良药了 我将拜您喂师 您为什么又拒绝与我结交呢 赵良说 那五谷大夫是楚国偏僻的乡下人 听说秦目公贤明 就想去当面拜见 要去却没有路费 就把自己卖给秦国人 穿着粗布短衣给人家喂牛 整整过了一年 秦目公知道了这件事 把他从牛嘴下面提拔起来 凌驾于万人之上 秦国人没有谁不满意 他出任秦相六七年 向东讨伐过郑国 三次拥立晋国的国君 一次出兵就处 在境内施行德化 八国前来纳贡 失德正于诸侯 四方少数民族前来朝见 由于听到这种情形 前来敲门投奔 五谷大夫出任秦相 劳累不坐车 酷暑炎热不打散 走遍国中 不用随从的车辆 不带武装防卫 他的功名在于史册 藏于府库 他的德行施交于后代 五谷夫死时 秦国不论男女都痛哭流涕 连小孩子也不唱歌谣 正在聪明的人 也因悲哀而不发出相应的呼声 这就是五谷大夫的德行啊 如今您得以见秦王 靠的是秦王宠臣警监推荐介绍 这就说不上什么名声了 身为秦国国相不为百姓造福 而大规模的营建工确 这就说不上为国家建立工业了 承治太子的师父 用言行酷法残害百姓 这是积累怨恨 聚机祸患啊 教化百姓比命令百姓更深入人心 百姓模仿上面的行为 比命令百姓更为迅速 如今您却为情被李帝建立权威变更法度 这不是对百姓施行教化啊 您又在商于封地南面称君 天天用心法来逼迫秦国的贵族子弟 经上说 相署还懂得礼貌 人反而没有礼仪 人既然失去了礼仪 为什么不快快地死呢 照着巨师看来 实在是不能恭为您了 公子前闭门不出已经八年了 您又杀死助欢而用莫行 惩处公孙家 诗经上说 得到人心的振兴 失掉人心的灭亡 这几件事都不是得人心的呀 您一出门 后边跟着数以十计的车辆 车上都是顶盔冠甲的卫士 身强力壮的人坐贴身警卫 持矛操击的人 仅靠您的车子奔随 这些防卫缺少一样 您必定不敢出门 上书上说 凭靠失德的昌盛 凭靠武力的灭亡 您的处境就好像早晨的露水 很快就会消亡一样危险 您还打算要延年益寿吗 那为什么不把 商鱼十五亿封地 交还秦国到偏僻荒原 得地方交援自耕 劝秦王重用那些隐居山林的贤才 赡养老人 抚育孤儿 使父兄相互敬重 医公续绝 尊崇有德之事 这样才可以稍保平安 您还要贪图商鱼的富有 以独揽秦国的政教为荣宠 聚集百姓的怨恨 秦王一旦舍弃宾客而不能当朝 秦国所要拘捕您的人难道能少吗 您丧身的日子就像台起族来那样迅速的到来 但商君没有听从赵梁的劝告 五个月之后 秦孝公去世 太子即位 公子前一帮人告发商君要造反 国军派人去逮捕商君 商君逃跑到边境关口 想住吕殿 吕殿的主人不知道他就是商君 说商君有令 住殿的人没有证件 殿主要连带判罪 商君常常的叹息说 唉 制定新法的遗害竟然到了这样的地步 离开秦国 潜逃到位 魏国人怨恨他欺骗公子昂而打败魏君 拒绝收留他 商君打算道别的国家 魏国人说 商君是秦国的逃犯 秦国强大 而他的逃犯跑到魏国来 不把他送害 是不行的 于是把商君送回秦国 商君在回到秦国后 就潜逃到他的封地商议和他的部署 发动义中的士兵 向北攻击郑国 谋求生路 秦国出兵攻打商君 把他杀死在郑国敏持 秦惠王把商君无马分尸示众 说不要像商鞅那样谋反 于是就诛灭了商君全族 太史公说 商君 他的天性就是个残忍少恩的人 考察他当初用帝王之道游说孝公 凭借着虚事服说 不是他自身的自治 再说凭靠着国君宠臣警舰的推荐 等到被任用 就刑罚公子前 欺骗魏江公子昂 不听赵梁的规劝 足以证明商君残忍少恩了 我曾经读过商君开塞庚战的书籍 其内容和他本身的作为相类似 但最终还是在秦国落得个谋反的恶名 这是有缘故的呀 魏央入秦 警监视音 王道不用 罢数渐亲 正必改革 离起音寻 祭妻魏江 亦验秦人 如何做法 逆吕布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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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